有哪些因素 宏观地去看就是放水 因为其实油股始终 油需求多 多还是少 其实很看经济 这个假设它会救得到经济的话 其实油价对于油价是有帮助的 另外你见到油价开始慢慢站稳在60元头上 开始对于油田的服务股就会有帮助 因为它们会加大了投入 另外有一个叫七年行动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是今年开始的 大陆就是阿爺 他就说你三同友 麻烦你加大你叶岩气的开支 含探的开支 麻烦你加多两几前浴金 所以你见到其实走得最快的那种是 中海油服的 283 但其他就全部都不跟行的 我稍后也会说一下 那叶岩气加加加加工 其实为何会有这样的行动呢 就是因为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入口国 天然气 天然气也是 原油也是 基本上有七成以上是要入口的 如果你說這樣的話 其實就被人捏住了一個經濟命脈 如果你說不夠油或油價太高的話 其實內地的通脹會很厲害 所以現在就要做什麼呢 就是2019年至2025年這七年裡面 就要加大自己的葉岩氣開發 就是天然氣那邊 所以令到他們是可以減低對外面的依賴 其實是這件事 另外其實剛才也有說到 就是最近油股ETF都已經在升 只不過是香港那些不知為何不動 其實就明年有幾個利好的因素 好了 然後今次我就選了四隻 但是我沒有選二八八三 為什麼呢 因為留意標題就是追落後 怎樣追落後 二八八三其實基本上就已經破頂了 就不是追落後的 如果要追落後 就大致上有四隻 其實不過在於我而言 其實我也是會選兩隻 稍後再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有四隻 第一隻是宏華 今早早做訪問時在港港196 這一隻我會歸類為做設備類的 例如油田服務有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賣設備 第一就是賣設備給那間公司自己去做 第二就是去那裡去那個油田幫他做 第一就是宏華這一隻 賣設備給他 賣完算 算數 第二就是安東油田那些 就是找一群人去到那邊 然後幫他走 例如做鑽井 例如做開菜 這個就是提供服務類 一個就是提供設備類 那麼宏華就是唯一一隻是提供設備類的 是的 另外那兩隻其實都是集中於提供服務的 是的 第一個就是提供轉機 即是葉岩器 大家都在說葉岩器要轉進去 轉機那部機佔收入40% 壓裂 即是令到地壓下去 令到氣我不知心酵 我開研究了 是的 其實因為我看到他今天有單單單單單 不是有單單單單 有一個合作 跟中石油合作 在四川方面開採葉岩器 原來中國現在最主力發展的葉岩器的地方 就是在四川那裡 究竟如何開採呢 剛剛藝老師說了一個名詞 叫做電動壓裂工程 其實那個做法就是 如果你要首先要獲取葉岩器的話 你就要將一些化學的液體注入了地上 你就先可能要轉孔 然後注入化學的液體 然後再用水壓 將岩石層壓裂 從而釋放當中的天然氣 這一個就是 超簡單版的水力壓裂法 亦都是非常技術的 是的 但其實有少少問題 因為其實在外國 譬如紐約是禁止了這個做法 甚至法國、德國也是禁止了 因為這個做法 是非常容易引發地震 其實在今年很多新聞報道 4月1月的時候 已經是說 四川那邊其實發生了很多 5.7級、5.3級 其實大家都覺得是因為水力的壓裂工程 所以就引發了這些地震 好像核試一樣 核試會有地震 所以在其他國家就已經禁止了 所以今次對於亞文華提供這個壓裂服務 就有少少害怕 有少少害怕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它主要收入都是來自中國 85% 那它不做外國生意 有甚麼所謂 那你大陸容虛地震 去外國不可以 那我便做中國生意 其實大家都是接三桶優的生意 基本上這幾隻 最受惠 當然了 就是這個葉癌氣的CAPEX增加 最受惠就是它 是的 還有盈利預測增長也是最厲害的 我會給大家 這裏後面這裏 盈利預測增長 第一個數 第一個數是今年的預測增長 100% 2019年 第二個數是明年的預測增長 即是說今年預測增長一倍 明年預測增長87% 是的 你看到增長是非常之快的 而且賣設備沒有甚麼手銘筋 賣完之後就賺了 入賬 其實就沒有甚麼 不同你去那裏提供服務 因為你開採一個油田 說起碼兩三年的時間 才會叫做有數回來 所以其實是 這個我覺得是比較快靈正的 是的 宏華來說 即是模特兒來計 是的 所以波動性亦會大一點 看到它今天 那個一爆起上來就很誇張 是的 第二隻就是大家最喜歡炒的 就是3337 是的 那這一隻就是 如果你喜歡選一些石油服務類 例如找一群人去伊拉克那邊 去跟進 或者請當地那群人去幫忙做 這件事 提供服務的 就是安東有田是最棒的 是的 那它是另外一隻 那它是做甚麼 做鑽井的服務 它就不是提供鑽井那部機 是的 它是幫你做完那件事 就是轉完然後就整好一個井 然後方便你可以開採 就是採油的 是的 其實就是一條龍幫你做了 由開始 第一步到第三步 做了 它這一隻 亦都是 有一個挺大的特色 就是它伊拉克的生意佔一半 是的 海外所謂的59% 其實有一半 即有一大半都是來自伊拉克的 OK 另外中國就41% 但是要留意就是中國那邊的增長是比海外的增長 所以可能去到過多一兩年 可能中國就會跟它50-50 是的 一半一半 我覺得這個也叫分散了風險 相對而言就沒有宏話那麼誇張 就是說全部 就是大陸如果三孔有關掉的話 它就關掉了 是的 那麼這個就是輕資產 所以它的margin會比較高一點 有24% 相對而言下一隻就沒有那麼高 是的 那麼預測增長就是今年七成 明年三成 是的 好 好 就說有能源 有些人喜歡炒這一隻 那就說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貨盤很乾 是的 很容易炒的這一隻 但是如果你講 基本因素比較堅持 我會選擇前面安東油田 是的 而因為這兩隻東西 那個經營模式是非常之接近的 它非常接近 你看到又是轉井又是完井 又是右床 又是開採 就是根本上都是在做那些東西 提供服務 但是收入模式有少少不同 收入來自中國是62% 是的 那麼哈薩克 哈薩克其實在哪裡呢 我都在打開地圖 我都要找一輪 是的 沒有了解 是的 就是奧運那些就會見到 哈薩克那些 那經營日利率明顯低很多 這個是14% 剛才就是安東油田債24% 差很遠的 所以經營的效率是有一段距離 預測增長今年高 但是明年就會低一點 明年就只有四成 好 好 我自己就覺得前面那兩隻會好 即是雲華 是的 雲華和安東 會好一點 最後一隻 就已經是非常 為何少了 沒有了 還有一版 還有一版應該是 不過不要緊 最後一版其實說不說都可以 最後一版其實是甚麼呢 就是1623來的 1623 1623海龍 那海龍做甚麼呢 海龍其實就是做一些轉機 即是你要找一個轉頭 做一個轉 做一個轉 轉桿 轉桿 是的 轉桿 那就是一些快速消耗 即是轉完一輪 它可能燉了 燉了又換另一條 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做一些管道 鋪管道 管道 管道裡面 你為防止它生手 你要塗一層油上去 它就是做一層油 是的 它是做一些比較 即是 細小小的東西 是的 另外還會提供少少服務 其實這隻東西就是這麼多 整體而言 1623我都是不考慮的 是的 所以我選擇 就 投了兩隻 是的 即是視乎大家喜歡哪一隻 196和3337 兩隻都是 盤都是OK的 即是可以買 即是很容易買 很容易沽 是的 1251就 笨一點 可能你買了 如果我呢 向前剪了兩檔 然後就沒有判接你 是的 就小心點自己 所以 你給我選擇 我都是選擇 196和33 謝謝 打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